住一名家教利用家人生病为由骗学费 受害家长上网一查 发现受害者几乎是遍布全台 金额至少数千万 无奈又无助家长上网找家教 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家长自救会脸书上发文 提醒想找家教的家长要注意 因为有诈欺惯犯 未装成家教利用预收学费 或是谎称爷爷得了癌症急需医药费 没钱缴房贷等理由来向家长借款 钱一到手任就消失 课程预收再加上老师私下借款 每个人被诈骗的金额 都落在十万元到一百万元之间 光是自救会被骗的就有六七人 没想到才po上网 马上就有受害家长留言回应 这才发现受害者几乎遍布全台 推估累计金额超过数千万 姓名身份学历通通都是假的 无奈嫌犯懂法知道如何转法律漏洞 就算报警可能也无法可罚 受害家长们只能将受害经历po网 提醒家长小心注意 避免再有新的家长变成飞扬 解讯之前请求报道